今天早高峰的时间段,小编刷微博时发现高以翔怎么了这个话题,点进去时,大概说的是今天凌晨10分,高以翔在录制蓝台节目《追我吧》过程中,不慎摔倒,然后陷入昏迷,据悉,现场使用了心肺复苏,随后送往医院,生死未明,网上截图出来的图片,都能证明情况不太。 无乐观,而就在三分钟前,新浪娱乐发了声明,高以翔救治无效,死亡,为了录制一个节目,把自己的生命都赔进去了,百度百科已经修改了他的资料,1984年至2019年,他才35岁,还没结婚,也没有小孩,没有劣迹绯闻,我只看过他的一部作品,遇见王立川, 当时,这部电视剧对我而言,是翻拍的最好的一部电视剧,完美地尊重了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,高以翔当时真的很帅,我还记得剧中王立川那句很美很忧伤的台词, 我叫王立川,生于瑞士,学在美国,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,所以,死在中国,还记得她一遍一遍因为自己的病告诉小秋, 你必须move on,可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,对于王立川我们无法move on,高以翔所拍电视剧不多,却因为这一个角色,长在了我的心上,原本, 我还期待着看她和秦蓝的新剧,怪我过分美丽,希望能够再看到她穿西装,刮掉胡子的模样,还曾幻想她和焦俊燕可以再拍第二部《王立川》,是她和小秋的幸福生活, 却没想到她死在了35岁,风华正茂的年纪,从早上的祈祷到现在,网友们的怒气无处宣泄,蓝台这个节目过往的强度也被扒出, 据一个曾参加过《追我吧》节目录制的观众说,首先,这个节目的安全真的十分有问题,在极端恶劣的天气,要求move on,半夜录制, 现场真的很冷,陈伟婷和黄景瑜跑下来,都要蹲下来气喘吁吁,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节目还有女嘉宾, 吴轩怡曾闯关掉进了海洋丘里,现场人员却没有及时去救,她好像在里面待了很久,当天下了雨,自己爬不出来, 最后没有力气了,工作人员才去救,这让我想到高乙想死亡的原因, 因错过最佳抢救时间,据医院的交班记录上表示,高乙祥送到医院时,瞳孔已经放到大罪边缘, 还有网友说,这节目一直以来都没有正确认知强度,连全王邹市民在节目中都因为抽筋出不来, 何况是女生,还有人说,吴轩怡录制节目石土的画面也被剪掉了,据悉, 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是明星挑战,标配素人追踪者在后面追,哪怕胜利了家属都没有很快乐, 可是节目组却利用家属们眉头紧锁的担忧,制造出一种紧张氛围,博取看点, 几张动图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节目的运动强度,也许视觉上的确是刺激,可录制的时候呢? 这些画面仿佛是在动作片里才会出现的桥段,就像网友评论的那样,这是选拔美国队长呢? 明明只是一个综艺节目,却为了博取收视率而不顾嘉宾安危,这样的节目,不看也罢, 高以祥的死亡对于共同录制的嘉宾来说,都是一场阴影,而对我来说, 我再也无法move on王立川,更何况是他的家人,他29号本来还要当两场伴郎,和女友也计划结婚, 不久前才搬了新家,太难受了,我太难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